刘德华广州演唱会日记 华仔说如果120岁还是这么帅就是妖精了 第五集 正门部分 这集日记衔接昨天的继续聊广州演唱会最后一场的故事 也是我计划中广州演唱会日记的最后一集 接下来就要开始写北京演唱会日记了 在第二幕 华仔一次性演唱完了中国人忘情水歌子情缘之后 跟大家又短暂的互动了下 说到自己120岁开演唱会的话 大家来不来 嗯这是开玩笑的了 毕竟我感觉我也活不到90多岁啊 所以华仔就又很调皮的说到 自己要是120岁还是这样 就是妖精了 说完后就开始送上第二幕演出的最后一首歌 一起走过的日子 其实华仔如果真的能够活到120岁 那就还有57年 我觉得状态好的身体健康的 120岁历史数据也不少 曾经就有网上的一个关于人类极限寿命是120岁的文章 不管这个说法科学不科学 反正我觉得年龄这东西它是没有绝对的 随着时代的变化 人对于自然界的吸收能力 适应能力是强过其他生物 所以谁知道人类最高寿命极限呢 但是华仔的意思就是 希望大家能陪伴他一直走下去 而我觉得我还会陪伴华仔50年 我想我80岁应该不在这个世界了吧 不如华仔在我60岁退休后再开一次演唱会 那个时候尊老爱幼的情况下 我是不是可以不需要抢票 就可以有演唱会门票了 80岁我还在不在这个世界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现在还在 所以我会答应华仔 一直陪他走下去 爱一万年就算了 我就爱现在 现在帅 我严控 哈哈哈哈 开个玩笑 华仔的第二幕 中国人虽然说只有四首歌 其实这一段的舞美 我觉得我可以下次和大家一起聊聊 尤其是歌子情缘那个舞美设计 是真的好看 最后一场的华仔 状态还是很好 在唱完你是我的女人的时候 大家就很关心的喊他喝水 他就真的去喝水 然后还用粤语对歌迷说 别当我是六岁 我六十多了 我会照顾自己 随后喝完水就接着说 你们喜欢做主 你们今天来喊一百二十三 因为下一首歌就是 男人哭把不是醉了 果然大家真的喊一百二十三的时候 音乐也真的响起了 不过当大家一开始要喊的时候 华仔还会调皮的说 等我先准备下哈 华仔的男人哭把不是醉 高音部分这次 华仔都唱得很成功 都唱上去了 也没唱完咳嗽了 看来喉咙问题 从上海到广州后恢复了 唱完了男人哭把不是最后 在唱完十七岁退场后 大家的安可 现在变成了刘德华 我要你 不过现场的呼唤声 确实没有上海歌迷更热情 可能上海歌迷的年龄更年轻一些 年轻人嘛 就是要一起爱 一起欢呼 不过呢 返场后的华仔唱完七分多钟的快歌后 就问大家还能撑多久 是不是真的可以撑到一百二十岁 经验的华仔又一次提及了一百二十岁 那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所有的人都向天再借五百年 我相信 那个时候 我一定能买到华仔的演唱会门票了 大家都想华仔多聊聊天的 但是华仔虽然嘴里问大家想聊天还是唱歌 他心里还是想多唱歌给大家听的 不希望大家花钱来就是听他说话 还很逗趣的问大家对他还有什么不了解的 自己就开始介绍自己是六十三岁 有一个太太 一个女儿 然后就其他的大家都知道了 在广州场次 如果有一天华仔没有唱过了 换成了仍唱我的歌 并且在唱这首歌时候 还说了一些肺腑之言 他提到了买不到票的歌迷 去不了现场的歌迷 谢谢现场的歌迷 透过自己的镜头 发送演唱会视频到其他平台 还假装想录下自己的夫妻 其实就是都大家的了 结果一群女歌迷就疯狂地让他录 不过最后人家没录 哈哈 这四场华仔都没哭了 仍唱我的歌也能完整地唱完了 华仔还说 只要大家愿意听 他就会继续唱下去 何在上海感慨地说 以后可能不会开这么大型演唱会相比 华仔突然又觉得 自己还是舍不得这个舞台 舍不得支持他的歌迷 他为了歌迷 愿意一直唱下去 究竟是唱到90岁 还是120岁都不重要 因为华仔是否能继续唱下去 就要看大家是否愿意继续听下去 我们只要一直喜欢他的歌 愿意他一直唱给我们听 华仔就会一直唱下去 什么是偶像 偶像就是让我们学习到他优秀的榜样之余 也愿意为了我们一直走下去 好了 广州的演唱会就写到这一把 其他舞台的故事 我觉得在北京站 也可以说 有华密私信希望我讲讲鼓手黄子鱼 今天就预告下 北京四场演唱会 我会选择一个好的场次作为题材 来和大家分享鼓手黄子鱼的故事